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岸邊有一棟景觀大樓 對岸有一個鐵塔 這是景觀大樓 這是鐵塔 經由景觀大樓高10公尺的地方 測得鐵塔頂端的羊角45度 再由景觀大樓高30公尺的地方 測得羊角30度 然後他說這個 若兩 兩處觀測點 他連線跟地面是垂直的 那麼他問說 塔高應該是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我們看 我們就做那個垂線 那因為這是45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 等腰三角形 我們假設這個叫r好了 那這個高度呢 他也是r 好啊這裡的話 這裡是r 這30度 所以這個高度多少呢 是這個r 然後 天堅定號 30度 這是 根號3zr 根號3zr 好 這個是10啊 這是30 所以這是20 20等於多少 20是等於r r 要減掉這個 r 根號3zr 就r 減掉根號3zr 那這樣就做出來了 這r 乘以多少呢 根號3zr 根號3zr 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 所以這r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20 根號3 除以根號3zr 我給他有理話 就是2分之 20根號3 乘以根號3zr 約分之10 然後把這個 乘進去好了 就30 根號3乘以根號3zr 就是3嘛 就30 減掉多少呢 10 根號3 好那r算出來以後 再加10 這是10啊 所以h 就是r 加上10 加10以後就是 加上去就40 喔沒有 這有理話的話 上下乘以根號3加1 這是加的才對 當然算錯 再加10的話 是40加多少 加10 更號3 所以答案是40加10 更號3 答案應該要選b